大伙小K 在金字塔未解之谜那期挖了一个坑 然后呢就有朋友留言说我是挖坑从来不甜的男人 这句话伤害不高 但是侮辱性极强啊 那今天我们就来填上这个坑 以正视听 胡佛金字塔整体呈现一个精密的八面锥体 整个建筑呢采用神圣几何学建造 精密程度匪夷所思 那更多金字塔神秘有趣的信息啊 可以在这一期里进行了解 整个金字塔由大约230万块石块七成 每块石头平均重2.5吨 4500年前的青铜时代 靠人力来建造这样规模的工程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网上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 说这个金字塔根本就是现代人建造的 起因是一位来自伯明汉的游客在埃及金字塔参观时 凿下来一块纪念品带了回去 这哥们素质堪忧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魔法 那带回去之后呢 他发现这块石头含有剧本以西 于是这哥们就断定这金字塔是在1901年之后制造的 还做成了纪录片 说是在1901年之前 埃及的金字塔根本就不存在 那埃及的旅游委员还认为这样下去赚不到钱 就伪造了这样一个古文明遗迹 那关于这个质疑啊 埃及政府却一直保持沉默 当然这是一个谣言啊 可是真的有人信 就在我的评论区中 能仔细看了一下 这位朋友不是我的粉丝 我倒也安心了一些 咱们有一说一 小K的视频呢 虽然做的一般勉强 凑合可以看 但是关注我的粉丝朋友们的素质是真的乖 不但没有杠精还都能理性思考 教我怎么能不爱你们呢 好 唐一炮弹的宝核攻击完毕 咱们说正事 金字塔为什么会出现剧本以西呢 其实很简单啊 国民遗迹对外开放 当然是需要维护修缮的 那就有人说了 那埃及政府怎么就不出面去打破谣言呢 好吧 举个例子 如果有人说中国就只有500年的历史 你会不会去与这个人去争论呢 巧了 还就是这个人 他还正干了这个事 他证明完金字塔是现代防品之后 就去证明了中国只有500年的历史 此时此刻 你是不是只想送给他一个U盘接口告诉他 USB 我们看看历史吧 在晚清的时候 有个官富二代叫做张德怡 他不爱美人爱江山 就喜欢到处去旅游 周游世界 他这一生八次出国 一共在国外度过了27个年头 还喜欢将旅游的经历记录下来 这些记录呢 共计超过了200万字 那整理成绩的笔记啊 就存放在北京图书馆柏林斯书库内 其中有记载 在1866年的时候 张德怡19岁在北京图书馆毕业 期间呢 他就曾随观光团出国旅游到了埃及 他不仅见到了金字塔 还是有记载的 第一个进入金字塔内的中国人 再早一点 1798年7月 拿破仑率领法国远征军进攻埃及 7月20日 规模浩大的金字塔战役正式爆发 这场发生在金字塔下的一场大战 以法军的大声而告终 金字塔战役为接下来的禁军开罗 奠定了战略基础 谣言止于智者 那至于阴谋论大家没事脑洞一下 其实无伤大雅 但是要有骑马的辨别能力 当故事还是当真事 见仁见智 有点扯远了 那金字塔是怎样建造的呢 根据计算 为了确保金字塔能够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 需要每三分钟就要被切割一块巨石 并放置在固定的位置 从金字塔的石材推端 建设金字塔的材料来源于距离极萨 900公里之外的阿斯旺花岗岩采石厂 可古埃及的学者们始终不能的合理解释 如此庞大数量的巨型石材是如何运输的 直到2013年考语学家发现了一份 距今4500年前的沙潮纸 研究后被破译认为 沙潮纸上的文字内容 是一位古代埃及金字塔建造者的日记 破译认为 当时人们用铜器将石块造成想要的大小 然后通过传值 从尼罗河水路运送到吉萨 可是按照记载 复原了当时的情景之后 发现结果是啪啪打脸 首先 如果用铜器来敲动石块 不算打磨 光是开采 这230万块石头就需要10年 而当人们按照理论 实际开采下一块三吨的石头之后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装在了一艘小船上 结果小船非常不稳定 几乎沉没 根本就无法前进 而三吨的石块 却还只是金字塔中最普通的大小 当然了 水运的过程是必要存在的 只是用途不同 一会儿我们会详细讲到 接着研究人员还模拟了 石材从码头到金字塔 人肉运送的过程 拉动两吨的石块 从码头向金字塔方向走去 至少需要40人 那据此推算 如果是一块100吨的石头 被运送过去 则需要2000人一起拉动 这显然是不现实 于是又有研究员提出 那古埃及人挖了一条运河 直通金字塔脚下 理论上虽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这依然只适应于 一吨以下的石材 而当石材到达金字塔脚下 如何运输到顶部 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有人又提出了 是通过坡道和杠杆原理 其中一种著名的坡道模型 是建立一个非常长的缓坡 靠人力或者是牲畜 将石块脱拽到相应的塔层 然后随着金字塔的升高 坡道随之升高加长 但是建造这样一条坡道 同样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需要的石材 足够建造另一座金字塔 而人们也从来没发现 建造这巨大坡道的任何痕迹 于是就又有人提出 沿着金字塔 修建了一条环绕而上的坡道 或者是在金字塔的内部建了一条类似的盘旋通道 但令人困惑的是 仍然找不到任何相关的痕迹证据 最终埃及学者们一共设计出了数十种的坡道模型 根据这些原理 人们也曾经做了各项的实验 最终发现 根本没有办法将超过两吨的石块 运送到超过十米的高度 然后又有人提出了 整个建设过程都是借助水的福利 埃及人首先设计了一条密闭的通道 里面注满水 然后用木材将石头捆在一起 通过福利将石材运送到对应的塔层 但是稍微经过计算你就能发现 如果上幅数吨重的石块 至少需要超过石块体积几倍的木材 显然这也是不现实的 更何况还有几十吨上百吨的巨石 而且上述这些所有的推论都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按照以上的方式 单单修建一座胡福金字塔 就需要每年十万人参加建造 最快也要二十年完成 妇女儿童老弱病残 以及皇室贵族 一定是不会参加基层建设的 那按照这个比例推断 当时的埃及总人口至少要在5000万左右 才能达到需要建设金字塔的人数 可实际情况是 当时整个埃及的人口只有不足500万 还有更神奇的 金字塔内部的建造 使用到了大量的花岗岩 花岗岩的模式硬度 在6到7之间非常的坚硬 我们现代切割花岗岩 是要用到金刚石或者是高压水刀的 而且在古埃及大型墓地 塞加拉地区出土了 大概35000件的花瓶器皿 都是由花岗岩构成 这说明了一个非常恐怖的事实 对于青铜时代的古埃及人 他们七颗花岗岩就像切奶酪一样容易 难道真的是有外星人帮忙吗 这个谜题一会儿会为您揭晓答案 在此之前最重要的是 请确认关注订阅了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的视频了 另外顺手点个赞可好 后来就物理学家提出 其实这可能只是化学和矿物的问题 研究人员发现 将石灰石与高灵土和青氧化纳 也就是烧减加水混合 几个小时后 这个虎状物开始变硬 30天后就会得到一块非常坚硬的白色石头 我们在金字塔未解之谜那期讲过 大金字塔最初建成的时候 就覆盖着一层经过打磨抛光的白色石灰石外壳 实际上就是这种古埃及人所发明的混凝土 这种方法制造出来石材和天然的石材很难被分辨出来 混凝土本身就是人造岩石 而且根据混凝土不同的原料配比 是可以做成千姿百态的人造岩石的 那你一定觉得古埃及人不会这么牛吧 4500年前就能配置混凝土 但其实这还不是最早的 发掘1978年的甘肃前安县大壁湾新石器时代养哨文化遗址 其中两座5000年前的房屋遗址 地面材料坚硬平滑 表面成黑色 内部还混有青灰色的颗粒 考古和建筑材料专家对此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发现 这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混凝土材料 豪尔门把目光转回到古埃及 在吉萨平原上制造混凝土的原材料遍地都是 这种粘土石灰石的含量极其丰富 储量达到数千万立方米 当然这个推论还有其他的征服 地球上所有的石头形成石都会被地球磁化 根据对金字塔石材的磁化分析发现 上面每一块岩石的磁化方向都是相同的 那这是不可能被认为是巧合造成的 另外在多处金字塔以及周边的建筑中 都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有很多的石块中都会发现有嵌入的木头 如果依靠外力将木头嵌入到如此硬度的石材上 那是不可能的 那唯一的结论就只能是 在石材变用之前 木头就在里面 这就是埃及人制造石头的方式 而这个方法来自埃及一位十分罕见的神 伊姆霍特普 伊姆霍特普是一位真实存在过的天才历史人物 是法老佐塞尔身边的全臣 相当于宰相的地位 这位天才广为人知被人们称为智慧之神 他是埃及的祭司 作家 医生 更是埃及天文学以及建筑学的奠基人 正是他开创了埃及人通往金字塔的道路 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大约在公元前2650年 佐塞尔法老的新陵墓 阶梯金字塔建造完成了 其建造方法采用了多种改良后的古埃及混凝土技术 而这历史上的第一座埃及金字塔 就出自伊姆霍特普之社 同时他也首创了将死者内脏掏出 然后再制作木乃伊的先河 那关于木乃伊的制作过程 以及有趣的详细信息 我会专门做一些视频和大家分享 不仅仅是在埃及 在古罗马入侵埃及之后 制作这种石材的技术 也流传到了古罗马人手中 随后地中海的周围 迅速建立起来了数百座的罗马神庙 我们熟知的古罗马竞技场建设历时10年 罗马广场在8年内建成 可如果是用雕刻石头的技术来建造他们的话 至少需要200年 石材搞定了就可以开始建造了 在实施建造之前 古埃及人必定要先设计出模型 经过严密的测算 将模型同比例的付诸于实际建设 这同时也决定了金字塔的悬址问题 首先要保证的是 当地的粘土石灰石的储藏量 以及丰富的水资源 根据计算 建造胡佛金字塔需要260立方米的石灰石 水量至少是金字塔体积的20%以上 而且要尽在咫尺 正是因此大金字塔建造 选在了尼罗河附近的吉萨高原 工程开始的时间也必须要选在尼罗河水位最高峰的时期 即便如此 50万立方米的水体运输 仍然是个不小的问题 聪明的埃及人发明了螺旋泵 原理类似于阿吉米德螺旋泵 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金字塔的精密程度匪夷所思 黄金比例 圆周率 皇家常数 以及通用程度 在整个建筑中发挥的淋漓尽致 拿这块石头来说 拿PAT偏移小小的50厘米 这些完美的数据都会崩塌 而金字塔在设计建造之前 应该是有图纸的 但是至今却尚未发现 图纸究竟有没有 被销毁掉了 或者是带去了哪里 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 所有的技术问题都解决了 可以开始动工了 金字塔最先建造的是地下墓室 以及相关的通道结构 通往地下墓室 是一条80米长的通道 从头到尾误差只有一厘米 墓室位于地下30米处 墓室下方连接一条颈道 颈道长16米 整个通道高度误差只有5厘米 宽度误差1厘米 墓室上方还有一条36米的隧道 隧道截面尺寸是68x68厘米的正方形 整个隧道的宽度完全相同 没有误差 在青铜时代 古埃及人挖掘地下部分 如此精密的隧道和地下暗室 除了要解决精密的测量问题 光线的问题 还要有适合的开凿工具 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则是 二氧化碳问题 一名工人在一小时内 就会呼出24升的二氧化碳 以水平的隧道为例 7小时后 二氧化碳就会充满隧道了 如果不及时清除 二氧化碳会在这里停留数周的时间 是根本无法进行施工的 那这要怎么解决呢 在建设金字塔过程中 有两样东西是随处可见的 第一是水 第二是石灰石 我们化学学过 石灰水也就是青氧化钙的水溶液 可以用来检测和吸收二氧化碳 因此科学家推测 就是通过石灰水来解决这个问题 埃及人是不是非常聪明 但实际上 事实并没有这么复杂 首先 埃及人根据计算好的数据 轻易地在松软的石灰岩中 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坑体 体积大约在45万里方米 在坑体周围呢 挖了三条宽约10米的通道 在这些通道中 安装了木制的高架水槽备用 通道与坑体的连接处 被挖成小坑 作为混凝土的混合池 公元前2560年4月13日 上午6点03分 春分日的第一缕曙光 将在几分钟后出现 一个提前就位的团队 用棍子和绳索来将太阳对齐 太阳升起 三到四名埃及人 迅速调整棍棒和绳索 然后根据绳索的投影 进行精确的方向定位 万事俱备 只欠洪峰 埃及人等待着尼罗河洪水的开始 2561年7月14日 小天狼星升起的几小时后 尼罗河越过山坡到达山脚 数百名工人用螺旋泵 将水抽到高架桥水槽 并流入混合池 大量的混凝土 在混合池中被制造了出来 获得混合物后 他们打开阀门 让混凝土流到凹槽的底部 由于早已经在坑体的底部 进行了精确的测量 并设置了南部通道的相应模具 此时只需要将其周围和上方 浇住混凝土就可以了 地下墓室的建造采用相同的原理 这部分的混凝土含水量比金字塔的上部少很多 快速的移除模具且没有足够的时间干燥 导致了地下墓室的食材看起来相对粗糙 所以埃及人是不会在金字塔下挖地下室或者是精密通道的 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而填充要比挖洞容易的多 地质学家在地下墓室中也从未发现明火的痕迹 这也说明混凝土是在户外制作的 地下下降的隧道和景筒都是采用相同的方法来建造 随着地下部分的建造完毕 被填充的平台面积被扩大超过6万平方米 雄伟壮观的胡复金字塔将坐落在此 按照当时的劳动力推算 整个地下部分以及地面的填充工程在三年左右完成 这种填补自然挖地的技术被用于所有的金字塔建造 整个地面被填平后需要建造的就是坚实的地基 施工者们分工明确 有团队专门负责挖掘软石灰石 也有团队专门进行混合 而大部分的人排成260人左右的长队进行材料的传递 施工者将混凝土注入设置好的木槽内 清空存储桶后他们将以相同的方式发送回去 整个地板部分的石灰石与水的比例大大高于地下木式的结构 更稀释的混合物能够达到自留屏的效果 接近完全平整 因此不需要外星人也能让金字塔的水平精度误差 小于21毫米 埃及人使用木棍与绳索 记住阳光完成了金字塔外部尺寸的测量 以及边缘的精确定位 确定后的金字塔周长边缘误差不超过一厘米 接着第一批助实用的模具被制造出来 然后场地中心的1200名工人将混凝土混合后装入桶内 接着通过40对人肉传送带传送到金字塔的边缘 一桶一桶的混凝土注入到模具中 大约半个小时后 金字塔的第一块吉时 面试 然后他们继续向中间走去 并小心地通过绳索和木棍保障建设的精度 由于这种白色柱石的混凝土配比材料在当时比较贵重 因此仅仅用作了金字塔最外部的石材 第一层外部结构建造完毕后 工人继续采用成本更低的棕色石灰石进行了内部填充 然后国外机人用同样的方法开始了第二层的建造 他们与景桶同时继续 天充内部空间以及下降的走廊 此时另外一个谜题出现了 刚才我们提到在金字塔内部除了大部分填充的石灰石混凝土材料之外 还有不同花色以及坚硬无比的大量花钢岩石材 可是混凝土技术是造不出花钢岩的 更何况还有那么多花钢岩制造的器皿以及胡缚的雕像 在青铜时代靠打磨切割更是天方夜谭 埃及人是怎么做到的 莫非又是外星人 其实要完成这一切并不一定要依靠外星人 也可以依靠太阳的力量 和制造混凝土类似 古埃及人将青氧化纳加水后 再用加热到高温的白砂混合制造出硅酸钠 也就是液体玻璃 然后再加入相同工艺制得的硅酸钾 混合后倒入直径5米的模具中 两到三天后 从模具中取出的透明镜片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涂透镜 在阳光下焦点的温度可以达到1800到2000摄氏度 而天然花钢岩的溶点仅仅在1000摄氏度左右 埃及人将溶溶后的花钢石溶岩 倒入黏土模具中 第三王朝著名的湖浮花钢岩雕像 以及大量的器皿 就这样被轻易的制作出来了 吉萨高原是没有花钢岩的 阿斯旺采石场的工人 用同样的方法提取出鹅卵石大小的花钢岩 冷却后通过水路运往吉萨 到达吉萨时 他们再次被融化 然后倒入黏土模具中 金字塔内部的石材问题完美的解决了 花钢岩的提取和演练在5到8月进行 此时阳光最为强烈 你会发现采石场中所有花钢岩提取物的轨迹 都是弯曲成角度的 对应的轨迹恰好与太阳的轨迹一致 这些都证明了埃及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进行着各种石材的融化和重塑 这是阿斯旺采石场中的一块石头 一个白云石球掉在了溶解的花钢岩中 冷却后被困在这里数千年 这显然不是自然的力量形成的 另外在梵蒂岗大眼馆中 也可以找到花钢岩使用太阳镜铸造的证据 而当我们发现埃及人可以利用太阳能之后 有研究人员提出了埃及混凝土 可能会用更简单的方式制成 用太阳透镜将黏土石灰石 加热到1300摄氏度至1500摄氏度 冷却后 它的物理性质变成了和现代的波特兰水泥一样 然后在现场将其与石灰石和水混合 混凝土就制造出来 金字塔一层一层的逐渐升高 很快就到了距离地面13米高的入口处 金字塔的入口呈现出三角形 以抵抗金字塔本身的巨大压力 然后建立水平走廊 并开始建造中间的墓石 埃及人提前在竖井的位置 放置了20x20厘米的墓方 这将为使得转轴朝向天狼形打下基础 这种方式它可以采用各种的形状 并能够精确地保持角度 接着他们铺设了模板 并用白色的石灰石砌成墙壁 当北方的轴道建好后 同样的方式建造了南轴 在南侧天冲继续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要开始进行外侧通道的封闭了 外侧通道的封闭过程是从顶部到底部 木质的模具从地面传送上来 框架由衡量进行支撑以确保坚固 工人用石灰石火凝土填充模具 不久之后 他们继续封闭下面的一块外侧 这个方法将用于封闭整个结构的侧面 大走廊是倾斜而不是水平的 所有这些都是从一开始就计划好的 于是埃及人建造了一种非凡的可移动木模 可移动模板共7层高8米 从地板台阶上连接到底部 外部补充了标准的模具 然后从头开始构建 可移动模板就位后关闭另一次的模具 再将石灰石倒入其中 随着金字塔的层层升高 大走廊也随着可移动模板 逐渐完成 金字塔不断增长 并到达了国王墓室的底部 国王的墓室整体用了大约1500吨的红色花岗银 当这1500吨的石材被融成30到40公斤的石块后 运送到几十米高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石材到位后首先是建造石棺 然后是隧道洞口 接下来是北墙和南墙 最后是西墙和东墙 石棺上方有一个滑动盖支撑 上面有三个钉孔 推入底部后松开钉子并进行最后的闭合 然后工人们放置粘土模 用花岗石熔岩胶住墙壁 几天后墙壁冷却了 他们清除了粘土 据此推测整个房间的建造历时三到四个月 国王墓室的整个空间呈现极其完美的数字比例 四面墙壁用正好100块石材砌成 形成了不可思议的数学逻辑 如果用七额花岗岩以创造出如此完美的墙壁 是不可想象的 随着墓室的封顶 金字塔继续上升 每一层的建设都大同小异 当高度达到140米时 东西方的队伍停了下来 从上往下开始进行全面的封闭 此时只有南部和北部的施工队继续向上 金字塔最顶部的石材落成了 首席工程师和胡夫会在这里象征性地举行金字塔的军工仪式 以此来宣告20年的艰苦努力即将画上完美的句号 工人们将外面封闭到隧道的高度后就停止了建设 直到胡夫去世 法老去世后被做成木乃伊 经过了地下墓室 中间墓室 整个流程象征着法老灵魂的升天过程 灵魂升天后 遗体被埋葬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此时金字塔被完全的封闭 以象征永恒与和平 按照此方法 建设胡夫金字塔并不需要每年多达10万人的劳动力 也没有任何的奴隶参与其中 面向整个埃及招收的所有工人 每年只需要工作3到4个月 也就是融融花岗岩的最佳时期5到8月 每天只要工作8小时就足可以在20年内完成 关于金字塔还有太多的奥秘等待人们发掘 虽然我并不完全否定 它依然可能是其他文明留下的远古遗迹 或者是在某高等文明下通过特别的方式建造 但是从目前的科学角度来看 这个建造过程可能是最为合理的一种方式 大家有什么更好的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 今天就先聊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没点赞的同学 请在这里补一下票 非常感谢 下期再见